晨晨啊 你第一天上学前班 有没有同学欺负你啊 没有 小朋友都挺好的 学校特别好玩 那就好 要是有何人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爷爷啊 爷爷瘦似的 爷爷太凶了 爷爷才不凶呢 爷爷老实了一辈子 爷爷的心情最好 那是啊 啊 好 回家爷爷给你做好吃的 啊 星辰 妈妈 哎呀 老伴 系长啊 冯叔 你不是 不是去办事去了吗 事办完了 我就说来迎迎你们 今天不是我们星辰 第一天上学吗 妈妈 我挺好的呀 我表现很棒 哎呦 哎 启明怎么样 听肖战说啊 这孩子适应能力挺强的 都挺好的 好啊 孩子们都好着呢 就是封都这小子 还在外面封 这要跟您说呢 我准备去找他了 肖战说能帮他们剧组 解决资金的问题 这潜因到位啊 我就得给他送过去 那是 那是 这下我去啊 还想帮他们开个博客 博客什么东西 就是一种 网络上的传播工具 能发点什么照片视频 让这帮网友 第一时间了解他们的动态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就是跟电视一样呗 对 是吧 差不多就那意思 肖战 喂 肖战 喂 我刚接到肖伟一的电话 说他们在隔壁滩上 追踪野马的时候 走失了 车也坏了 你现在等着我 我现在就过去 怎么了 没什么事 我现在就得去找他冯都 冯叔 星辰您就受累了啊 听爷爷话听到没有 妈妈 你放心吧 滚 妈妈 再见 好 冯叔 那我先走了啊 路上小心点啊 妈妈 再见